混血不等于严霸通行证?苏莽女儿比妈妈还老,穿雪式浮相服务员。 在大家的普遍认知里,混血儿好像就和高颜值画上了等号,男友吴彦祖金城武,女友李佳心张柏芝,这些都是典型代表。 但也不是所有混血儿都是天赐神言的,总有一两个例外。 提起钟立体的三个孩子,之前大家都是只夸小考拉继成了她的美貌,等到再长大一点发现钟立体二女儿常开后也越来越好看,甚至还有点是姐张子玲的味道。 但却很少有人提起她的混血大女儿张敏君,按说混血基本等于拿了高颜值的通行证,但钟立体大女儿的颜值却很少有人夸。 其实对比一下钟立体大女儿还是很像她的,但是没有妈妈精致有味道,尤其是和年轻时的钟立体放一起,显得钟立体大女儿的五官好大,还有点粗糙。 钟立体大女儿 钟立体大女儿笑起来法令文很重。觉得大女儿比妈妈还老,绝对称不上漂亮,妈妈真的是美艳不可方物,我心中最美的美人鱼。 长得比妈妈还老,长得好着急啊。 钟立体的大女儿性格蛮好的。 大大大咧咧,经常和朋友去旅行,也做些善事。满正能量的姑娘。 其实看合照也能发现,虽然钟立体也是混血,但大女儿和妈妈最大差别就是大女儿身上没有东方韵味,虽然是混血但是像外国人,可能爸爸基因太强大了吧。 网友还举出了另一个例子,白人倒一定年纪比较早熟,玛雅书妻女就是个例子,加上混血,所以皮肤给人一种松弛的感觉。 马雅书老公的高颜值女儿阿蒂娜现身,年仅13岁的她拥有超出同龄人的美貌与成熟,也让网友感叹别人家的13岁已经走上颜值巅峰。 还有网友觉得混血是要么美到极致,要么就很普通很普通很普通。没有中等选项。只有两个极端。 苏芒女儿苏心摇也是让大多数人无法欣赏的混血美。 苏芒是有名的时尚总裁,苏芒的女儿苏心摇是中法混血,虽然是个小美女,但是颜值还是比不过妈妈啊,无法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。 连网友都忍不住感慨,这却混得,太一般了。苏芒女儿30了吧?个头有1.5米高吗?穿上毕业礼服真像火锅店的服务员。 可妈妈和影年龄差竟然不是很大,像一对姐妹花,苏芒本身个头就不高,她女儿比她还要矮。 不过女儿还是一名学霸,去年9月份考上了清华大学,有言有才不愧时时丈掌门人之女。 看了苏芒女儿有网友就说了,混血好看的前提是,父母至少有一方是帅哥或美女。 俩人都长得丑,混血好看的,混血也没用。 张铁林年轻时绝对是纯红齿白的清秀帅哥啊,这笔子长的不就是许多人的变脸模板吗? 张铁林女儿小时候长得超级可爱,像洋娃娃一样。 但等到毕业时就有点显得成熟了,没有刚出校门的青涩感,可能像网友说的混血老得快吧。 而一些虽然是混血,但是更具东方古典风情的就很美了,比如杨公如。 唐宁中印混血,还访识说因此皮肤会有点黑,一度挺苦恼的。 但是她的颜值既有混血美女的气质,同时也有古典美人的温柔典雅。 两个混血巅峰。张柏芝,美人如愉悦如红,不如不欲青橙色。 女人的健美也可以很美,最受不了她看着别人。快哭出来。恨恨的。而又坚强的样子。 李佳心,冷冰冰的样子好惊艳。 看来基因这种事也是很随机的啊,不过每个人审美不同,有人欣赏不了,也自有人喜欢,你能get到哪种美。 2021。